你有听到吗? 艾米看了一眼手表 亲朋好友为她准备了一场生日派对 距离约定的时间已经很近了 塞斯善解人意地告诉艾米 她可以先走 自己可以独立完成这些工作 但艾米还是希望可以多陪她一会儿 再过两个小时就是艾米的生日了 塞斯的语气突然变得严肃 她一脸嫌弃地准备掀开白布 看来这具尸体并不简单 艾米也被气氛感染 瞬间紧张起来 可白布下竟然是一个酷油蛋糕 没想到塞斯工作之余还惦记着自己的生日 艾米心里冷冷的 两个人将蛋糕端到办公室 这场惊喜 塞斯已经和同事轮椅男准备了两个月 一阵寒暄后 轮椅男将锁在箱子中的手机还给她 艾米开心地准备离开去参加派对 谁知刚打完电话就来了新任务 市区发生了一场连环杀人案 他们需要接受第一集中被杀害的九个人的尸体 以及之前残留在楼里的其他尸体 面对这巨大的工作量 艾米默默穿回工作服 塞斯心疼艾米 想让她先和朋友们去过生日 但艾米却执意留下来陪她一起工作 艾米回店告诉朋友自己无法赴约 与塞斯相识一向 看来俩人互相喜欢 只差通过一张窗户纸浪 此时在一辆行驶的救护车里 救护人员正在抢救亚格布 女救护员有些质疑 这个人真的值得我们救吗 下一秒抢救失败 亚格布宣告死亡 救护车开到艳势房的楼下 塞斯和艾米从资料中得知 她就是凶杀案的杀人魔 亚格布的尸体被推入电梯 可塞斯的东西却掉在了外面 艾米只好独自乘坐电梯 白布轻微浮动 亚格布的手臂似乎动了一下 但角落的艾米并没有注意到 电梯到达 艾米慢慢走出电梯 空荡的走廊显得有些阴森 艾米轻声呼唤塞斯 突然塞斯从背后出现 艾米被吓了一跳 两人来到解剖室内开始工作 只见亚格布的眼睛盖着一块纱布 艾米想要凑近仔细看看 却被亚格布喷了一连血 塞斯赶紧安慰她 这只是死前的坦克 看着近乎未定的艾米 塞斯告诉她 可以先去休息吃块蛋糕 艾米向办公室走去 可路过停尸间时 突然听到有人在叫她的名字 她试探地走进一间停尸房 突然一只手伸出抓住了她 随机躺在床上的尸体都坐了起来 艾米对时惊慌失措 但当盖出尸体的白骨落下后 露出的全是艾米朋友的面孔 原来是好友们 为她缺席的生日派对策划的恶作剧 当然也少不了轮椅男 帘子打开 停尸房瞬间变成一个微缩酒吧 剩艾米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哥哥威尔也会来参加 这时塞斯也走了进来 艾米热情地向她介绍自己的朋友 闺蜜沙滩女金败女 以及沙滩女的男友胡自哥 介绍到哥哥威尔时 塞斯感觉她的眼神有些不善 原来因为职业原因 威尔并不同意妹妹和塞斯交往 知道威尔是为了妹妹好 塞斯也没做反驳 默默离开准备继续未完成的工作 察觉到不对劲的艾米过来质问威尔 她大致猜到了两人的谈话内容 艾米表示不希望威尔干涉自己的事情 谈话并不愉快 艾米不爽地转头就走 威尔本想追上去 却被激发女叫住 她安慰着威尔并表达芳心 两人在走廊积吻起来 同时沙滩女表示 对今天报道里的杀人魔很感兴趣 于是她搔手弄姿地坐在轮椅男腿上 打听到了尸体的位置 然后以上厕所为理由 拽着男友胡自哥准备去挺时间 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然后再做一些刺激的事 在酒精的作用下 姑娘管你刚进电梯就已经开始的预热 刚进停尸房 沙滩女就开始挑逗胡自哥 然后掀开白布 沙滩女很兴奋 终于见到了新闻上杀人魔的真面目 胡自哥皱着眉头劝阻她 不要和尸体抬亲近 可是她越劝阻 沙滩女就越起劲 甚至爬到尸体身上 贴近雅各布的脸 亲她的嘴唇 这一系列疯狂的举动 让胡自哥很失生气 但沙滩女却用嘴唇堵住了她 既然要追求四季那就贯彻到底 两人当即解锁了在停尸房 鼓起生理健康的作死心体验 沙滩女叫着雅各布的名字 胡自哥还以为是在抉择半夜 但转过头发现 雅各布真的不见了 两人赶紧穿上衣服 本以为是大家的恶作剧 但这么大的尸体 是怎么在两人面前晕走的呢 越想越不对劲 房间的灯突然熄灭 沙滩女赶紧点燃火柴 可今没有多久就熄灭了 再次哗然 两人背后一两 雅各布出现在他们身后 伴随着尖叫声 沙滩女身上沾满鲜血 苍狂而逃 灯光再次亮起时 雅各布在停尸柜里 找到了母亲玛格丽特的尸体 她静静地看着 往日的场景在脑海中浮现 回忆起母亲被自己杀掉的画面 她低头抽气着 看着这一幕 胡自哥挣扎起来想逃跑 却被雅各布再次摔在地上 胡自哥不断求饶 可雅各布详起母亲的教诲 将胡自哥举起掐死 雅各布对着镜子 揭开蒙着右眼的纱布 戴上烧伤面具 穿上屠夫的皮衣 情势房在她眼里 就像个武器裤 听放着各式器具 挑选完毕 一场惨无人寰的杀戮即将开始 最先发现有异样的是轮椅男 她疯狂地推动轮椅 喊着救命 但她哪里跑得过 这个强壮的杀热魔 轮椅被雅各布的铁钩 一下勾住 轮椅男摔倒在地 她艰难地向前爬动 铁钩再一次甩了出去 这次勾到了她的腿 轮椅男挣扎着 死死抓住扶手 可在雅各布重生的力气下 这一切都是徒劳 很快就会拖了过去 另一边 艾米听到呼救声后 急冲冲地出去找沙滩语 在走廊上 与正和金发女亲吻的哥哥 威尔会合 三人再次听到呼救声后 感觉应该不是恶作剧 决定一起去寻找沙滩女 三人来到楼下的停尸间 却发现雅各布的尸体已经不见 沾满血迹的停尸柜里 摆放的竟然是胡子哥的尸体 三人还没反应过来 整栋楼突然停电陷入黑暗 威尔镇定下来准备报警 但他们的手机却都放在了办公室里 三人决定先找其他人会合 因为停电只能走楼梯 前方隐约传来响声 走近一看 是已经遇害的轮椅男 拐角处 一个人影撞在威尔身上 正是沙滩女 他告诉三人 雅各布没有死 并且杀死了胡子哥 艾米询问他事情的经过 在得知他们在停尸房做的时候 一顿无语 但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 一行人继续寻找出口离开 此时 正在工作的赛斯 在停电后找到电箱 他发现 电箱竟然是被人破坏的 随后 来到一个房间 准备寻找工具 结果手电筒掉在了地上 蹲下去 捡手电筒的时候 感觉头上有动静 手电筒照过去 正是雅各布 雅各布一刀扛过去 还好赛斯伸手敏捷躲开 他转身就跑 在楼梯口 遇见了被困的艾米等人 赶紧开门与他们会合 更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情况 雅各布的手便破窗而入 抓住了赛斯的衣服 金发女一声尖叫 自行逃跑 再次机智地脱掉外套 顺利逃脱 带着沙滩女寻找藏身之处 艾米想出去寻找赛斯 却被威尔制止 她觉得哥哥很懦弱 但威尔表示 她最在乎的就是妹妹艾米 绝不会让她冒险 金发女和几人走散 在走廊无处地呼救 找到一间厕所便躲了进去 她听到外奕的动静 便开始开门求助 客索还没打开 就被一只大手 从背后一把抓起 勒得金发女口吐鲜血 雅各布又一次陷入回忆 她将金发女扔在一边 对着镜子闪视自己 母亲玛格丽特的声音 又回荡在耳边 雅各布想起了基拉 她似乎陷入了抉择 看上去十分痛苦 但很快便做出选择 雅各布质问金发女 你凭什么认为上帝会帮你 你这个肮脏的女人 雅各布的语气逐渐凶狠 还在求饶的金发女 逐渐没有了动静 最终死去 塞斯和沙滩女找到出口 却发现门已经被铁链封锁 两人找到一个房间躲了进去 塞斯躲在床下 沙滩女则在架子后 房间门打开 脚步声越来越近 正在隔壁的威尔和艾米 正好看见了被追着的雅各布 两人赶紧趴下 好在没被发现 隔着玻璃探出头 雅各布距离沙滩女越来越近 还是发现了她 这时 艾米站了起来 对着雅各布大喊 吸引她的注意力 沙滩女趁机逃跑 但雅各布大手一挥 正中沙滩女的脖子 看着倒下的闺蜜 艾米一脸悲愤 威尔趁机将另一侧的玻璃砸碎 再次跳了过去 三人继续奔跑 可还没跑两步 雅各布就从身边冲出 抓住了威尔 艾米想要回头 被塞斯拉住 继续逃命 威尔从口袋里 拿出事先藏好的手术刀 狠狠刺向雅各布 可威尔终究抵不过雅各布 雅各布按着威尔的手 扎向她自己 塞斯带着艾米跑到另一个出口 却看到了被铁链 五花大绑的金发女 威尔的惨叫声不断传来 艾米坚持要回去救威尔 她找到一把消防锤 两人相互搏律后 决定共同复难 终于 他们在停尸房里 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威尔 威尔疯狂适应 让他们快逃 随着电锯响起 威尔的身体瞬间被刺掺 雅各布将肠掀翻 愤怒的艾米冲了上去 雅各布一手抓住了她 电锯再次启动 塞斯英雄救美冲过去 放艾米挡住 可电锯已使她的肩膀血肉模糊 艾米搀扶着塞斯继续逃跑 雅各布不紧不慢地追上去 他们每经过一扇前门后 就锁上一扇 在杂物堆中躲了起来 可铁门根本提挡不住雅各布 脚步渐渐逼近 艾米从塞斯手中拿过钥匙 偷偷打开 两人悄悄地跑进了一个房间里 艾米帮塞斯消毒止血后 发现这个房间有一扇窗户 可以通到外面 但窗户只能开到一半 艾米可以钻过去 但塞斯就不一定了 塞斯嘱咐艾米 拿着车钥匙开车去找警察 深情的拥吻后 艾米动身爬了出去 塞斯静静地看着 可不一会儿艾米又钻了回来 原来雅各布就在外面 还好只是在窗前停工后就离开了 艾米突然想起 他们可以从侧门跑跑 可门还没有打开 一把刀隔着门戳入他的身体 雅各布的手从洞中钻出 拧开门锁 塞斯痛骂一句后继续逃亡 在房间内摊坐在地 雅各布依旧破门而入 塞斯用椅子偷袭 可雅各布将他举起 和狠砸在地上 塞斯想从窗户逃走 却又被拽了回来 雅各布看着他 转身拿刀准备处决 可塞斯拿起装着生物药水的管子 狠狠地插在雅各布的身体 机器启动 药水注入其内 雅各布一阵抽搐 药水从滥掉的眼睛中流出 雅各布倒下 塞斯悲伤地来到艾米尸体旁边 为爱人闭上双眼 塞斯来到停车场 缓缓启动车子路过路口 拖着身躯一拳一拐地挪开栅栏 但转身上车的他 似乎发觉到了什么 等等 后座的门是谁打开的 塞斯一脸不可置信 向后退去 撞在高大的身躯上 雅各布的手指伸向了他的眼睛 喊叫声在这里回荡 电视房又多了七具尸体 雅各布露出一脸凝笑 《非礼物事》系列 基本属于欧美传统恐怖电影的套路 比较类型化 成敦的血浆 年轻且富有朝气的帅哥美女 还有一个可怖的杀人魔 只是相较于第一集 第二集的故事较为拖沓 故事情节设置有些不合理 杀人魔竟然比在这里工作的主角 对地形还熟悉 不过摔角明星肯恩 掩饰的屠夫 确实给人很大的心理压迫感 好了 小青复养生要打烊了 如果喜欢小青制作的影片 记得帮小青点个赞 拜托拜托 你们的鼓励是小青坚持不息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爱你们 Mua